印度尼西亚的亚万高铁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 也是中国的第一个海外高铁计划 这条高铁线路将印尼首都兼第一大城市雅加达 和西爪哇省的首府万龙连接起来 总长度近142.3公里 这其中桥梁长度83.8公里 隧道长度16.82公里 雅加达与万龙都位于印尼的爪哇岛 论面积爪哇岛138,800平方公里 与英格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中国安徽省相当 是印尼第五大岛 但却是印尼人口最多的岛屿 根据2020年的数据 印尼人口有2.71亿 全国大约60%的人都集中在这里生活 雅加达位于爪哇岛的西北海岸 既是印尼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 也是东盟的主要行政机构所在地 它是位于南半球 仅有的两个亚洲首都城市之一 另外一个是东地湾的地利 雅加达也是大城市中 较早面临海平面上升问题的城市 随着地球气候变化和过度开发 北亚加达的土地面临严重的积水问题 2019年印尼总统宣布将开始着手首都迁移计划 自2024年起将分阶段把首都从亚加达 迁至婆罗州东加里曼丹省的努山塔拉 新首都距离亚加达东北方约2000公里 万龙市为印尼第四大城市 也是西爪哇省的首府 1955年万龙会议会之所在地 因为第一次排除了欧美国家 仅有亚洲及非洲国家 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召开的国际会议 而载入实测 这也被中国人所熟知 四面环上的万龙逐渐成为一座美食旅游城市 仅次于首都亚加达 是印尼人口第二多的城市 亚万高铁正是在印尼人口最多的爪哇岛上 两个人口最稠密城市之间 提供快捷的交通服务 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千米 沿线车站亚加达首都特区段一个西爪哇省段三个 分别是哈里姆站 喀拉旺站 帕达拉朗站和德卡路尔站 亚万高铁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 全要素全产业链 在海外落地的高速切路项目 沿线为了的雨林气候区 存在大量不良地质和特殊沿途 是工程最大技术难题 通车后 亚加达及万龙两地原本3.5小时的车程 将缩短至36至44分钟 让热衣民众感受下中国速度和半小时经济圈的便利